赵云磊 2016年退出国家队后,赵云磊先后担任了湖北省批语中心副主任,湖北省羽毛球协会主席等职务,如今,赵云磊又将有新的身份了,他考上了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博士研究生,今后,球迷们或许将改口叫他赵博士了,赵云磊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了十分励志的话语, 他写道行见不惜,激见为雄,勇,不断努力,赢,无限可能,并晒出了自己录取通知书的照片,而不久前他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了硕士,硕士毕业自带家属有趣的永远是评论区,赵云磊的老公,同样身为羽毛球国手的红尾评论道,加油呀,赵云磊回复道,冲鸭,互动中嗅到了浪漫爱情的味道, 而球迷也纷纷向赵云磊送上了祝福,一位网友写道,金派人生赢家赵云磊同学不断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,事业家庭两手抓,读书不忘生孩子,评论区透着爱情的味道国家队时期的赵云磊荣誉无数, 他先后获得了2010年全英赛,广州亚运混合世界与连超级系列赛总决赛混合双打冠军, 2011年伦敦市井赛混合双打冠军,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冠军, 2014年哥本哈根市井赛混双冠军,2015年雅加达市井赛混双冠军,2016年里约奥运会混合双打冀军, 他是羽毛球阶级奥运会,市井赛,亚运会,加紧赛,全英赛及世界与连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冠军于一身的大麻冠运动员, 少年CN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